火箭队目前遭遇了三连败,这不管是对于火箭队,还是火箭队的球迷来说都是一则非常难听的消息,因为大家都不想看到这样,大家都知道火箭目前只有哈登一个核心在打球。 保罗硬伤休战阶段,现正处于只有单核的火箭队,一旦在哈登下场之后,全队的进攻以及防守都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而这个样子不是变得更好,而是变得更差,而在防守端,众所周知本赛季的防守端,做到比上赛季差远了,而这可是在安东尼已经不上场打球的情况,下防守一就是这样的差, 这就不是缺谁谁尴尬了,因为缺了谁也一样,防守一就做不好,所以说火箭把锅丢给安东尼,大家应该自己评断好坏吧。 哈登表现量呢可能是德安东尼教练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吧,所以在上一场比赛火箭非常难得的用了四人轮换,这对于一直用七到八人轮换的火箭队来说,简直就是破天荒了。 相信大家都知道了,轮换烧就意味着上场打球的球员,上场时间长,而这就非常考验体力了,球员在场上又要进攻还要卖力防守。 这么漫长的赛季,确实有点困难,在一场比赛替布卡佩拉出场的哈尔腾是他一上场的七分钟,共砍下了零分零把零住三法规的数据,这位周琦的主要竞争对手,表现实在不怎么样。 此人从身体上来看,确实比周琦要强壮,但此人进攻技巧上来说,可以说是毫无进攻,甚至就连吃饼也没有卡佩拉的那个效果,毕竟人家是病狂。 周琦训练而对于周琦来说就不一样了,在上过一次场之后,周琦就被下方的发展联盟打比赛,直到受伤,前几天才被火箭炸回来养伤, 就说明近一段时间,周琦没有上场机会,而哈尔腾师太阴在场上的表现可以说是基本没有表现,这就给了周琦上位的机会了,而最近火箭队也先下了周琦在独学的队友。 火箭队从目前来看,明显人手短缺,踢步不得力,几乎每次都可以在网上看了评论说,周琦其实非常不是个火箭队, 因为德安东尼教练不像马茨的波波维奇以及勇士队的科尔那么感用心人,德安东尼其实是一个非常保守的老派教练,甚至保守到连年龄比他更大的波波维奇思想都比他开放些。 大家可以换个角度,想想周琦目前的处境事实也正常呢,周琦比赛在火箭队无人可用的情况下,等周琦上位归来,肯定会获得上场机会。 届时,德安东尼就会明白,学更适合火箭队的战术,而在打出一些表现后,相信就算离开火箭,周琦也能在联盟中生存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